在明天就要去逛四項全國性的公道 投票囉 中選會在今天還在提前這個選舉 要注意的數項 包含在到區票數三十公票來 是不可以選團 另外要去投票的人 都要帶身分證 他們還要有投票統計團 時間是到下午四點為止 另外第一次參加 這次公道的名獎有六十七萬六千多人 以導遊來表現 二空一半年公道的結果 中選會說這次公道去告出來 會增加四角化的表現方式 來讓民眾參考 十幾十八就要公道 公道跟選法法的規定不一樣 公道投票時那天 又是可以在投票數三十公票以外 進行選團又是民調的選佈 中選會也特別遂免紀錄的規範 投開票所四周三十公尺的界定 是以個別投開票所的門口 作為基點來計算 那實務上如果可以拉出這一個三十公尺的線條 我們會畫線 那能夠畫劑畫點 我們也會畫劑畫點 這次的事案 分別是中夾是喜歡來自進口 公道百代算和頂埃海超大 在今年八月一月進場 三十八月民眾都有投票款 共有一千九百八十一萬五千四百六十八人 其中第一百到公道的人有六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幾人 其台的投票過程順利 中選會拿出五點好用 包括應該重分了解四個公道案的內容 以前新聞前因爲跟投票統計單也準修方也規定 比變成公道相關的三個以前相關不聘 三十公尺以來也不可以有感受的行為 不可以把公道票帶離開 也不可以破壞公道票 中選會表示 若是民眾提供超過三十七點五度 就在做事聯制的各國的出票 也會經由五天的動作 印度過的專用的款順庫 立開投票數量後出土料的回收進行消費 也提醒幾個月二 幾個減逾的民眾是不能出門投票 記者 コメディオスイ 台場冒頭